这个我26岁的照片 多大都没有我这样去 秀出年轻照片 柯文哲一早现身台中一中演讲 台下学生很捧场 不改科室幽默惹的学生哈哈大笑 从外科医师走到市长之路 柯批侃侃而谈 而提起已经成型的应得配 仍维持一贯轻松态度 所为一个安全的路线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稳稳的赢 大概他的战略就是这样 所以大概这个总统 所以2020就总统选举的部分 大概已经进入所谓的垃圾时间了 那选民载人五十几天 柯批认为民进党提应得配 打的是安全牌 如果是朱立伦的话 现在我估计还是五分对五分 我现在大概就是打篮球的垃圾时间了 比数比数差太多了 回校园演讲 不忘评论选战 可疲这回虽然没搭上总统参选列车 但想抢国会第三势力 随着选战越来越接近 下步棋该怎么走 自有盘算 三菱新闻 胡想欧亚婷 爱心小组 台中报道